别人在上课 在书本上面画画而已 文 我这里等你 谢谢 哎呀 槟榔不要吃 我不是说 不是要 炒你的生意怎么样 槟榔真的尽量不是不要吃 第一 表得太厉害 你的牙齿会 松软脱落 而且 如果你是吃 那种炸的石灰 像台湾那种槟榔 真的很容易有口腔癌的 尽量 能不吃不要吃 如果你还借不了 尽量少吃 不用加急的 反正你拍的时候 每天上午5点钟 直接在金家中工厂出货 每天5点钟 OK 反正我们这个芝麻丸呢 你们买了 现在不是我几天吃 或者慢慢吃都可以 因为这种东西真的百利而无一害的 这个不怕吃的 哎 你吃过我们这个 在尝尝别人的 就知道这个是真材实料 或真价实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在这个 价钱上面纠结什么 你可以去买 十块钱 一盒的 那你试试看咯 里面加了很多 什么黑豆粉啊 什么粉啊 什么粉啊 那种的 反正你吃过之后 你就不会觉得什么贵不贵的问题了 除了你觉得贵一点之外 什么问题都没有 有些便宜的可能除了便宜之外 什么问题都有 对了 一分钱一分货的 这个世界上 阿明哥 都说 因为现在 特别是 现在所有直播的行业 第一 不喜欢你乱嫁 特别有一些 不是说 原价 2800 今天在我直播间 只办280 这种 摆明是 不对的啦 金哥在这个直播间呢 一直以来我们 生产的产品 我 金家中所有产品 基本上我的价格是不会多 只不过 你在我这里买 我会送你别的东西 送你 我们金家中别的产品 让你尝尝鲜 你算起来已经很优惠的了 你自己慢慢去看 阿明哥你说什么优惠 你平常买一盒多少钱 现在在我直播间买一盒多少 买两盒又便宜一点 买三盒又不一样 而且是送你别的东西 那个优惠已经做到最大的了 再这样跟我合照过 当然是炒啦 所有东西都炒过 因为我们自己有烘焙机嘛 你可能是新来的了 下期如果你看到金家在工厂直播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上来看 因为平常我在工厂做直播的时候 我除了跟大家聊天 介绍一下我的食品 另外我还会带大家去参观我的工厂 参观我的工厂 跑到切剑里面看啊 看我的生产切剑啊 你就看到一清二楚 而且你会吃得非常放心的 时光路人不要加急的 反正每天五点钟就发货的了 佛小小这一个月都在看哪一个单元呢 你在看九三板还是看新的 每天晚上五点 每天晚上五点 动漫我很少看的 我也没有看什么 其实我一直都想活得很热 可是懒得拖而已 外人你好 何校长 我哪有到校长啊 我一起何校长啊 晨晨 哎呀 下三岁 每天都加急加急 叮大雨什么经客不理我 刚欣赏你呀 还没啊真的感冒 所以现在这种感冒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好 有些朋友就说了 以为好了 一到晚上他又突然有点 有点变有点不一样 反正能动的动我也无所谓 我也无所谓 世界杯 爱世界杯 怎么拍呀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在杭州啊 四孔啊 没必要是不 哎现在什么年代啊 四孔真的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登记了啊 好了好了 一个小时了啊 聊完了 反正金哥就说了啊 大概就聊一个小时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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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登记了 准备登记了 啊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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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等着吧 有时间还会主持播反任 22号23号南京国际博览会 金家庄健康食品 食品展 有机会在南京的朋友有空的朋友可以过来 健康面 OK 拜拜 拜拜 拜拜